大家好 我是樂寫阿傑 黃仕傑 歡迎您收看樂寫阿傑頻道 很多朋友告訴我 他很喜歡到野外活動 也喜歡到自然的環境中去踏青 但是常常遇到一些可怕的昆蟲 我就問他 到底什麼昆蟲可怕呢 他說有啊 環境中好多螞蟻啊 蜘蛛啊 毛毛蟲啊 他看到什麼都怕 但是你知道朋友給我的問題 大家最害怕的通常都是一種昆蟲 叫做毛毛蟲 毛毛蟲它是疊兒類的幼蟲 但是毛毛蟲真的有那麼可怕嗎 來 我帶你們一起來去看看 毛毛蟲到底可不可怕 走 我們常常在森林步道上面走 有很多的大樹 樹幹上面有很多特別的昆蟲你可能不知道 比如說你會看到蜘蛛 看到各種長相奇怪的生物 現在我發現一種一般人看到一定會害怕的 為什麼 因為那有密集恐懼症的感覺 為什麼叫行蜻蟲呢 因為牠們整群會聚在一起 有沒有看到這邊看起來萌萌的東西 萌萌的東西其實是一堆毛毛蟲的毛 我看你一下 好嗨喔 各位我們仔細的靠近一點看吧 有沒有看到這邊這是一群鵝類的幼蟲 什麼鵝類的幼蟲我會去問 牠們這樣群聚在一起 在自然的環境中 這些小小的昆蟲小小的生物 如果牠們群聚在一起的這個現象呢 我們把它解讀成 因為聚在一起 所以牠們體積變大 讓天敵比較不敢靠近 就好像永遠我們看到一隻貓寶蟲不怕 但是你一次看到這樣一整群 哇塞 滿滿的一群 你看了就覺得好恐怖喔 牠們也運用這種方法 讓牠的天敵不會靠近牠 所以請記好一件事情 如果你想看到這些有趣的生物 我們一定要走進森林 最重要的方法就是 好好保護環境 保護地球 這些生物就能生生不息 我們也能看到 這麼噁心的畫面 剛剛看到那種毛毛蟲 牠就會整群的一起跑啊 對很多有密集恐懼症的朋友 可能會覺得 哇我的天啊 太噁心了吧 太噁 記得我之前曾經在我的頻道上面 介紹過一種刺蛾的幼蟲 還記得刺蛾的幼蟲嗎 走我們來去看一下 這種東西 我個人最害怕遇到就是刺蛾 因為你碰到刺蛾的話 牠體表上面那一體 插到你的毛細孔裡面 然後呢就痛到爆炸 那像我有點過敏體質 可能會痛一段時間 不過現在來了 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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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看到刺蛾在手上 因為之前我常常在想 如果你碰到刺蛾的外表 牠體表上面那些毛 一定會很痛 那到底牠在我手上爬的話會不會痛呢 由此可證 我完全沒有任何反應就知道 不會痛 因為牠的身體下面 其實看起來像果凍膠一樣 因為這一種顏色是我第一次遇到 適合各位看到 請要特別小心 不要用手碰到牠 不然的話就會 咚 像被電腰一樣喔 掰掰 我們現在看到枯葉額喔 在上面這邊是牠的頭部 這頭部中間有點突起這兩節 就是牠毒毛跑出來的地方 我們可以看 有沒有看到 毒毛蟲馬上跑出來了 然後牠的頭部顏色很漂亮 這個毒毛蟲萬一被抓到 會滿痛的 所以各位我們在自然觀察 還是要很小心 你看 馬上就有反應 我們再看一次 對 馬上牠就用身體去甩動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牠腹部的顏色也相當漂亮 我最常說的就是跟這些昆蟲接觸不可怕 可怕的是你知不知道怎麼跟牠接觸 看完刺蛾的幼蟲 那你就心裡面有個底 原來牠的外觀只是為了防禦這些可能要吃牠的生物 如果我們不要直接去碰牠抓牠捏牠的話 就不會有那麼危險也不會被牠的刺渣到 那我們再來看看有沒有更大型更漂亮的幼蟲呢 走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一種非常有趣的昆蟲喔 牠的小時候很大一條但是長大以後的成蟲呢 我們給牠一個很特別的名字叫鬼面天鵝 因為牠背後有一張像人的臉或猴子的臉 有人說像老人家的臉 我們來看看幼蟲在哪裡吧 在後面有找到了嗎 後面 有沒有看到哪邊有一隻很大隻的幼蟲 沒有對不對 這樣有看到嗎 哇賽 有沒有 跟我臉差不多大條耶 這條就是鬼面天鵝的幼蟲 大家看到牠在葉子上面 牠身上的花紋很特別喔 身上花紋可以讓牠隱藏在 葉子樹枝跟陽光陰影中 因為牠這樣具有什麼 具有破壞整個顏色 破壞整個形狀的效果 找到這樣的天鵝 你要很仔細的觀察樹葉之間 它的特徵在哪裡 在屁股上面 我們看一下它的屁股 屁股有一個很像天線勾勾的地方 這就是天鵝科這類 鵝類的幼蟲特徵 然後再看看它的頭 哇塞 它好漂亮喔 其實我很想讓它上手 在這邊要跟大家講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很多人說昆蟲是六隻腳 但是你看看這一隻幼蟲它有幾隻腳 記好頭部後面會有三對腳 那就是它的六隻腳 但是第二類的幼蟲的時候 身體後方會有五對腳 這個叫腹竹 也有人說它叫假腳 它是幫助它可以在野外固定在樹枝 固定在任何東西上面 它現在後面兩對腹竹就抓住我的手 當它化蛹以後腹竹就會不見 它們是昆蟲 六隻腳在最前面 後面這腹竹呢 在它變成蛹的時候就會消失 沉寵以後就沒有了 各位請記好喔 鬼點天鵝的幼蟲 好大一條喔 我們要放回去 掰掰 剛才介紹的種類都是在台灣的 那當然國外也有很多不一樣的毛毛蟲 像這一次我去婆羅洲 就遇到一種很大條的幼蟲 而且長滿了毛喔 許多人看到有毛的蟲就害怕 到底這些毛可不可怕 看一下影片吧 哇 這邊還有另外一條更大條的 我們來看看多大 我的手掌讓比例出來的吧 好好摸喔 它怎麼會那麼可愛啊 超大條的 哇 我們把它拉下一條 各位 好漂亮的毛毛蟲喔 我的天啊 而且這張是它摸起來好舒服喔 然後各位剛剛有看到比例吧 我的手 比我的手 哇 你看 這條應該十一公分十二公分跑不掉 很美 不打擾它啦 看完我的這些介紹 你還覺得毛蟲可怕嗎 如果你覺得毛蟲可怕 不要擔心 看完我的介紹 自己好好的 仔細的在野外 觀察一下這些昆蟲 不用急著去碰它 你真的看完以後覺得 嗯好像沒那麼恐怖了 又不敢用手去碰 給你一個建議 哪一片大片的樹葉 哪一根樹枝 讓它爬上來看一下 在放棚環境中 這樣就好啦 其實大自然不可怕 可怕的是你不用花時間去了解它 樂寫二姐樂寫介紹